疫情急速升温让不少家长提高警觉 也都先好备好药物 赶紧备妥像是儿童常备药 一试的观察像是感冒糖浆 退收贴片等等销量都是倍数成长 而一些药品像改善流鼻水的 或者是化坛止咳更是大缺货 你好不舒服吗 赶紧摸摸女儿的额头 不忘亲自喂感冒糖浆 孙妈妈难也焦急 最终只是小感冒 但如今本土确诊天天破万 就怕有个万一小小身躯承受不住 电视量体温就连玩具也消毒一轮 毕竟女儿才两岁无法施打疫苗 加上小小孩抵抗力较弱 担心病毒闯进门 孙妈妈早就被妥儿童专门的常备药 这边自己也会准备很多感冒药水 像咳嗽或是流鼻水 尤其是发烧一定要发烧的药水 一定要特别准备 去药局看很多都已经缺货 赶快回家挖 有没有医生之前多给 抽上百满瓶瓶罐罐 像是止咳流鼻水 退烧药水安加热 还有退烧贴片 都是家中基本配备 地方妈妈吉林大作 因为医疗量的紧绷 想立即看诊也不容易 先直冲药局再说 这个 赶找货架毫不容易才找到一两罐库存 要是透露 像是改善流鼻水的西浦利敏义 喊话谈止咳的西可宁都已缺货 赶紧多备货两到三倍 而感冒糖浆与三月相比 成长两到三倍 退烧贴片 卖气也增加三到四成 成为另类的救命药 在四月疫情爆发以后 其实它这个销量 其实都是成倍数 小朋友的一个确诊的数量 也往上攀升 就会造成家长就是会担心 就是说可能到医院 其实量能不足 所以说很多家长就家里 先备这些常备药 家长们先进入本 提前备妥药物 就算在疫情升温之际 如果家中小朋友 真有什么症状 第一时间能多守 证实应急 记者陆志明 终于台北从不懂